孩子的快手账号里有不少打赏记录 送的礼物有火箭 珍爱大炮 浪漫游轮 跑车等 记者看了看 里面最贵的是一个月球之旅 要2888个块币 一块钱可以买10个块币 支付记录里 孩子11月份在快手充值了9795元 10月份2981元 一共12776元 余先生介绍 孩子今年12岁 这个账号是用他的身份信息注册的 个人信息显示性别女22岁 免密码支付的 就是有一次他说老师有点事情 就是说要印这码 结果我印这码发给他了 手机是因为他要上网课 有时候做作业要用 所以就给他了 余先生说 他和孩子妈妈离异 因为工作比较忙 平时陪孩子的时间不多 主要是他姐姐帮忙管的 孩子充值的时间一般都是晚上 或者家长不在的时候 那么孩子为什么要给主播打赏呢 那个小俊哥哥就说让我帮他忙 他说让我帮他刷礼物 然后呢 他能把那些礼物都给我 再退回来 然后再给我发了很多退款记录 嗯 他刚开始说让我给他搭上几个啤酒什么的 然后呢 我做了 然后呢 后来我就跟他说让他退出来 他就说还不够 他说之前他退的都是要很长时间的 所以还让我给他刷跑车 然后呢 后面就越来越过分的 就说 然后呢 要什么车跑 然后呢 就说得越来越高了 就反正我让他退 他就说还不够 这个呢 我觉得是那个忽悠 忽悠小孩的欺骗行为 虞先生女儿说 小俊哥哥主要是直播不露脸打PK的 在平台上有103.6万粉丝 私信里 小俊哥哥对他说 你要送这个 哥哥需要录屏 录屏了就可以要回来了 后面又说 你要先送超跑啊 你之前送的太多了 要超跑才可以申请 10月16号 虞先生女儿说 真的很怕被骗呀 申请退回 对方表示 已经在处理了 现在孩子的账号似乎被拉黑 无法关注对方了 虞先生用另一个号进入快手 点进这个小俊哥哥的主页 他正好在直播 一个跑车是666个块币 刷完跑车后 这场直播还在继续 私信里 小俊哥哥也对于先生的女儿说 妹妹 你送跑车啊 对面瞧不起你 说你送不起 一个超跑车队要1888个块币 和虞先生女儿描述的一样 这位小俊哥哥在直播里表示 录屏了 可以申请退回礼物 记者给小俊哥哥发送私信 表明了身份 想要了解相关情况 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揭稿前还没有收到回复 虞先生的女儿说 他打赏的主播里还有不少是游戏主播 不过具体玩的是什么游戏 他说不上来 现在余先生希望 把孩子在平台上打赏的钱退回 他表示 之前多次提交了申请 不过屡次被驳回 他再次联系了平台的客服 现在正在审核中 因为之前好像是少林去解释一些 上映内有一些评论内容 以及的话 关于这个就是沟通当中游戏主播 就是好像是 他是打赏了给游戏主播是吧 给那个主播打赏 这就是叫自己去回上一家的 只要是无形容的内容 或建制性容的内容 在无形管辖进面稍费 开始会被用过处理退款 在平台未成年人 勿充值退款申请的末尾 写着保护未成年人 是平台与监护人的共同职责 请您在窒息未成年人 充值打赏行为后 务必采取相关保护措施 避免未成年人 充值打赏行为再次发生 余先生按照平台要求 再次填写了资料 平台方回复记者 如果未成年人 打赏情况属实 可以退款 1818黄金眼技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行为